大家好,我是陈一辰 今天我要介绍的影片主题是 睡睡睡,弯弯睡,但是不是睡觉睡哦 是睡尽的睡 今天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 我的妈妈来介绍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辰妈妈 我的职业是缴睡金哦 那我今天准备了五个问题 来问你,你有把握吗 嗯,当然没问题咯 那第一个问题 你目前的工作 内容是什么 工作内容啊 我的工作内容就是 协助企业缴睡金 比如说像发票啊 你们常常都有看到你买东西 便利商店买东西也有发票哦 我们就是协助企业缴纳睡金 就是缴睡呦 哦,原来如此 那第二个问题 当初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个工作呢 嗯,因为 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啊 我就是读商科,商科是什么呢 商脑金 什么是商脑金 就是商业经营 那这商业经营里面就是跟会计有关系 那会计啊 就有时候就是离不了税金 就是跟发票缴税金有关系 所以刚好我以前学的就是商业 跟会计有关系 所以学以致用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会计 那会计这个职业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是的 因为我们要帮厂商算税金 不能不能有算错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跟税方面有关的 那个相关的专业知识 所以要具备有专业知识哦 那您做会计做会计做到现在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有啊 因为每种商业的形态啊 应该是说商业的形态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建设公司啊 那有制造业有买卖业 那有一些有可能是以前我没有遇过的呀 所以有时候也是会有遇到没做过的 那没有做过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那就是没有做过的话 我就会透过学习去了解 把问题解决哟 哦 那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重新再来一次 你一样会选这个职业吗 嗯 是的 我还是会选择这个职业 因为这个职业很有趣 就是会有常常不一样的税法在异动 那我可以跟着不断的更新求变化 然后帮客户就是做最适当的结税哟 所以如果让我再选择一次 我当然还是会再选择这个职业哟 哦 那今天谢谢您的介绍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